开放日本福岛等五线食品进口 等于是跨越了参加CPTPP的障碍呢 来看到今天的国会大现场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交给家瑜 好 主播各位人 欢迎收看这个小时的国会大现场 邀请到立法委员蔡壁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早 委员早安 今天要聊何时 因为现在日本何时解禁了 不过到底是何时还是福时呢 现在传出日本的电视台 就有报道说安倍晋三 前日本首相 他曾经在1月31号的时候 跟蔡总统谈过电话 谈什么呢 谈何时 还有谈CPTPP 他说跨越了CPTPP的障碍 甚至有谈到福时要进来了 蔡总统有给他一个承诺 不过这个承诺 怎么会是在1月31号给 当时还没有跟国人宣布说 何时要开放进口 而只是党内在草而已 那现在呢 现在突然突袭式的公布说 何时要来了 配套措施到底在哪里 所谓的检验浪不足 就是所谓的安心保证吗 这件事情的迹象应该是 我们在立法院的时候 1月28号 有一位民进党的委员 就在他的脸书上面 po说过年要给国人一个大礼物 我想他们执政党应该是布局很久了 那1月31号安倍与蔡英文总统的一个通话 我觉得这是我国的元首可以跟各国的政要 能够直接这样通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国的一个外交上面一个突破 也是显现我们的国家可以跟亚洲或者是各国的选手 的那个首相都可以互相沟通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首要提出来的问题是 为什么他突然间宣布是在2月8号 但是他没有先跟国人沟通 他是先跟 是不是先跟安倍来做一个报告 那到底安倍有没有答应他说 这个是跨过CPTPP的一个障碍 这个我们也很期待 我们也很期待 如果他能够我们的总统跟安倍通了电话 就可以跨越CPTPP的一个障碍 那我们也很期待什么时候可以加入CPTPP 或者是安倍可以帮助我们跨越这样一个障碍吗 这个都是国人的疑问 而不是你执政党一直喜欢做的大内宣 也许通过电话只是我们执政党同意说 要开始进福时或者是进核时 那但是到底有没有 安倍有没有承诺说要让他去协助 这样子排除进入CPTPP的障碍 这个我们都很想知道 也希望我们的参院总统 可以给我们民众跟国人 能够如此的去来报告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显然我们的执政党 我们的参院总统 没有想把人民放在他心中 没有想要跟人民先沟通 他先沟通的是要进福时的这个国家 当然我觉得日本过去一年 对台湾的一个疫苗的一个协助 赠送我们非常多的疫苗 也台日的关系也非常的好 但是要进口这样子 不管是核时或福时这么重大的事情 我们的总统我们的执政党 是不是应该先跟民众沟通 而不是急得去跟对面说 我已经准备什么时候进口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在这里呼吁 我们的执政党跟民众沟通 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沟通很重要 另外先讲到蔡英文总统 他其实对于核时的开放 有三大配套措施 不过这三大配套措施 讲求科学证据 还有讲求检验量能 还有防范 不过马总统 他其实过去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方法 当初还是在野党的时候 就被抨击 但是现在这样子感觉重蹈覆车 为什么换了个角度 换了个位置 好像就换了个脑袋 再讲到检验量能 现在检验量能 只有新北高雄跟台中有 可是新北有加强防疫的 有个核时的专区 可是台中也要加强检验量能 但高雄又做了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民进党执政党 似乎好像没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 我们再来看到检验量能 真的有办法阻挡核时吗 我想到国人对于这样 胡思的进来有几个疑惑 就是说到底我们的健康风险评估 到底安不安全 虽然他的报告说是 有十万分之一的一个危险性 那这样子的到底有没有 民众可不可以取得一个安心 第二个就是说农产品的一个冲击 有些辐射线的东西 喜欢辅助 比较容易附着在比如说 水产类或者是菇类 或奶制品类 那这一类的特别的产品 是不是就绝对 绝对不会再让它进口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主持人刚讲到了 这个检验的量到底够不够 那他会说 这个检验的方式跟其他的一些不一样 因为放这件事上 它是放到一个地方去 有跟没有事上是很容易侦测到 但是我常讲的就是说 超前部署这件事情 是民进党很喜欢讲的 他的部署是一个部 没有人字旁的部署 还是有人字旁的部署 其实这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只是嘴巴告诉老百姓说 我有检验量能够 那就是他只是口汇 他只是一个做大内宣 但是如果他真的把人撒进去 他就应该如实告诉我们 他有多少仪器 多少能力 有多少设备 这个这样的一个部署 就是要把人摆进去 这样子的一个人 有人字旁的一个部署 我希望我们的执政党真的有做到部署 就人字旁的部署 是部署非常重要 部署非常重要 因为这才是确实有去做检验的一个部分 而不是说我嘴巴说 没问题我都 我们检验量能都够 不是你嘴巴讲的检验量能够不够 而是实际上要拿出实际的数据 来告诉人老百姓 是 今天谢谢委员 好 谢谢 好 现在何时要来了 何时解禁了 那现在到底要如何去做防范呢 政府的配套措施到底在哪里 当初一直在讲说 台日交流非常的重要 台日的经贸也非常的重要 不过跟安倍晋三通过电话之后 真的能够如实加入CPTPP吗 民众都很想要知道这个时辰 甚至有民众提出来说 我们不是反对日本 我们只是反对何时 不过你现在要进口何时的话 你有替代商品可以替代 比如说你要进口苹果 你可以进口日本苹果青森苹果 你不要进口福岛苹果 但是你现在这样的作为 根本就是完全把人民的食安 完全不顾了 直接把经贸关系凌驾在食安之上 所以刚刚立委蔡壁吾就呼吁说 政府应该要做好配套措施 而不是用检验量不足的一个说法 来给人民一个安心的保证 以上这节国内最新 我们将镜头交演给彭内主播 请不论